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你的名何其美 你让我们这一些属你的儿女 能够因着耶稣基督 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你使恩的宝座间 能够享受你丰盛的慈爱 让我们可以向你求恩惠得怜悯 我们可以来依靠你 称你为父 何等的福气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 在这样一个复活得胜主日早晨 你遭居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 我们就求你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 也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再次将心献上让主来管理 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可以让主来使用 我们感谢你 因着基督耶稣 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 来侍奉你 来敬拜你 我们向你感恩 因为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 让我们不仅免去了罪的刑罚 你更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有美好的计划 透过圣灵的引导 透过你话语的帮助 透过教会生活 让我们可以不断地成为圣洁 能够来向主 预备来迎接 你所赏赐给我们那将来荣耀的基业 因此我们再次求你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乃是属于主 因此我们需要 疲齿提醒 过一个欲蒙着的恩乡称的生活 以至于在这样一个黑暗悖逆的世代 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可以来见证荣耀主 我们感谢你 过去这个教会 德蒙主的带领 让我们看见许多工作 不断地在进行 以至于很多的 世上灵魂 因着这个教会 认识了耶稣基督 我们也更是求你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年日 我们那爱主的灵魂的心 没有改变 我们继续在这个教会当中 疲齿激励 激发爱心 以至于我们能够将福音来传开 我们为着过去这一段时间 教会的这些愿景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 主啊 让我们看见你 新奇许多弟兄姐妹 在这一些的工作上 让我们看见你的带领 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知道如何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 城市的当中 我们来兴起 为主做见证 因此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 在谈论这些愿景的时候 主啊 我们心里就火热 我们也能够疲齿 鼓励 以至于爱主的心 就不断地更加的坚定 以至于我们得死不得死 我们将福音来传开 主啊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在推动这一些愿景的时候 主啊 我们有更明确主的同在 以至于我们心就欢喜 为了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知道教会 这一个隔壁垢地的 这一个计划 已经有初步的 这一个同意 主啊 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就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也让我们在谈论的当中 我们有相同的看见 相同的意象 我们也一起齐心努力 我们来建造一个更美基督的身体 透过我们建堂 扩堂的计划 主啊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来接触还没信主的朋友 以至于他们可以跟我们 一起来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因此我们求你 在我们当中继续做感动的工作 主我们更求你帮助这一些 在背后进行沟通 这一个交易的这一些同工 求你赏赐给他们聪明智慧 主啊 让他们真是能够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 看见你们同在 也为着他们的辛劳 主我们求你纪念跟报答 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教会 在暑假期间 一些短线队正在这一个进行的当中 主啊 我们就求你透过这一些的机会 让弟兄姐妹看见福音的需要 也看见你奇妙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爱主的心被眺望 回来之后 主啊 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 以至于激发我们那一颗爱主的心 我们更为着在教会 接下来我们有这一个音乐剧的这一个进行 主啊 我们也求你使用 主啊 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这个教会 给我们非常多的人力资源 主啊 他们有不同的恩赐 主我们就求你来使用 主啊 让我们能够真正透过这一些的服事 让更多的灵魂能够得到鼓励跟帮助 我们谢谢主在这个教会当中过去所成就的 我们就继续求你施恩 带领这个教会继续走在主心意的里面 透过各样的事工 主啊 我们能够继续经历到主的信实跟同在 我们如今来到你的面前 要聆听主的话 主我们更求你给我们一个敏锐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知道主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在生活的当中 能够效法并且活出基督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来见证荣耀你 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站立 我们要来诵读主的话 用神的话来向神敬拜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生命纪的26章16到19节 好不好 我们如果预备好 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诵读 请 耶和华 所以你要尽心尽信 你今日宣信 耶和华 承诺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律 诫命 典章 听从他的话语 耶和华 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 任你为他宝贵的殖民 叫你谨守的一切诫命 要使你的身在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国之上 并且照他所应许 使你为耶和华 你的神为神圣的使命 好 这是神的话 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日 这个复活得胜 主日早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好像虽然这个并没有太多的气氛 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一个时间 来尊荣这些做父亲的 那最近我看到一个纽约的论坛报 他一个小小的这一个诗 他这个题目叫做 不要忘记父亲是父丈人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听到了母爱 在故事当中 在歌曲的当中 经过考验和风雨 他是多么的坚定 多么的温柔又坚强 多么的甜蜜 纯洁美丽 而且每一句都是真的 但是父爱呢 这也引起了一些注意 一个父亲在黑暗的矿井挖掘 爬在高空的钢梁 在阴架上游走 天空跟地面之间 谁弯下腰 低下灰白的头 背负一天的重担 为了赚取孩子们的面包 两者都必须工作 平分养育小孩的责任 然荣耀 似乎皆归母爱 普世撑养 但是当你赞美他的时候 不要忘记 是父亲在付账单 虽然写得很简单 我也翻译得不一定是太好 但是我想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当中 我们知道父亲好像并没有母亲 那么样的显眼 但是他们所摆上的 为家庭所付出的 其实并不输母亲 所以母亲节你如果有请母亲吃饭 最好父亲节也用相同的方式 来遵从他 好不好我们请这些做父亲的 这一个站起来 我们来表达我们的感恩 蛮多的 实在感谢主 我想虽然这个有的瘦 有的高 有的胖 有的这个 不一样 但是他们对家庭的付出 我想应该都是一样的 我们为他们来感谢神 好不好我们为他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为着你赏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 一位伟大的父亲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 因着他们默默无声心情的 为家庭跟子女付出 他们任劳任怨承担 一家的重担跟责任 使家庭因着父亲的存在 得到温暖的保障 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向你祷告 求你祝福他们 赏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 给他们活泼的灵命 加添他们属天的智慧跟能力 使他们继续按照神的心意 来带领他们的家庭 以至于成为他们儿女的资助跟祝福 主啊我们求你 纪念他们为家庭所摆上 也让他们因着儿女 妻子的感恩跟称障 让他们心里得到满足的喜乐跟安慰 我们为着他们来向你感恩 也求主祝福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今天早上我们继续要这一个生命纪的 这个讲到的系列已经进行到这一个尾声 到了生命纪的26章16到19节 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 有不少人都曾经跟人签订和约的这一个经验 不论你是代表公司或是你个人家庭的需要 只要谈到签约 大家都知道是一件非常重要或是重大的事情 那是需要经过非常深思熟虑 权衡利害得失之后 才会决定同意的一种作为 大家也都知道 最近我们教会正在跟隔壁床垫公司的 总部的地主交涉购买土地的这件事情 当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来宣布 掌职会已经跟地主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的那个时候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兴奋跟感动 神的计划总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过去大家都知道 可能二十多年之前我们就不断的去询问 地主有没有意愿出售那一个隔壁的土地 那结果都是否定的 但是很有意思 在经过过去一段时间 跟弟兄姐妹沟通建堂的需要跟意向 也在一月我们做了一次信心任限之后 今年的二月隔壁这一块土地 竟然就放在市场上来招标拍卖 我们也提到掌职会知道这个消息 他们就立刻开会 邀请教会这一些相关专业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当中有土地开发的经纪人 有建筑师 土木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 律师 我们也成立了好多的这一个专案小组 那针对这一块土地市场的价格 房屋结构的这一个评估 还有各种交易所面对到种种的法律问题 做深入的这一个分析跟研究 目的就是在评估是否符合我们教会 未来发展的需要 那也决定我们那个基本竞标的这一个价格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个购买土地 牵涉到很多的层面 也包括我们教会的财力 人力 资源 未来在这个购买之后的这个使用开销 都非常重要 是绝对不能够有太大的差错 所以这一些负责 沟地交易的教会的这些领袖同工 在每次处理的一个过程当中 都非常小心 深怕出了错误 感谢主上个礼拜 就是6月8号 我们跟卖主已经达成基本的协议 也接受我们提出的一个价格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签约 要继续完成那个法律层面的这个协议 那教育双方来知道 彼此要履行的那个责任 那我也相信会员应该在礼拜三 就几天前受到教会长职会 跟教育委员会发给大家的一份文件 那里面就告诉我们 这个土地交易的最新的这个境况 也提到我们签约初步完成之后 近期教会需要进行的那些工作 当然最重要就是在7月9号 要召开一个会员大会 来征询这一个会员的同意 因为投票支持购买土地的这一个决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也需要多数会员的认可跟同意 因为这个交易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履行那个约定 我们开始承担责任 我们不可以违约 我们知道人们常使用约 来定义跟表达人际之间 相互交往当中的那个责任跟关系 例如我们说国与国之间 我们会签订那个条约 那买卖的双方我们会签订契约 租赁的双方 我们称它叫做租约 你进入到职场工作 我们会签那个合同 那你到银行申请账号 或是到那一个买房子申请贷款 甚至你到医院看病 你为了要保障彼此各自的权益 也会签署一个同意书 你可以看见这个约 把人际关系当有的责任跟关系 定义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在双方都认知跟同意下 就照着我们所议定的那个内容去行事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约是一种允许 承诺或是誓言 那约呢 它具有几项的这个要素 首先它是具有这个约束力 它会建立彼此的关系跟责任 那其实它对于破坏的一方 也会要求他负起责任 承达违约的后果 所以约的基本定义跟效用 其实我想从古至今基本上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现在我们这一个法律条文 这一个我们就找第三人证 来约束彼此双方的关系 但是在古代 立约的方式 往往是去找一个更高的权威 然后在他的面前来启示 然后加深对人的信任度 然后当然也包括宣告 所以如果这个关系破坏了 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那早上我们要看的生命纪 26章16到19节 那就是神跟第二代以色列人 在摩押平原共同立下神圣盟约的 这一个内容 透过这个双方都认同的约定 来认知彼此之间的责任跟关系 那这个神圣的盟约 它就成了后来以色列人 在应许之地迦南 安身立命一个很重要的指南 以及影响后来以色列这个国家 未来强盛兴衰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那我们今天也希望透过这一段经文 也来反省更调整我们跟神之间 所见的那个 约的那个关系跟责任 那我不晓得刚刚你读了这一段经文 有没有什么印象 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 生命纪26章16到19节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你的神 今日吩咐你遵行这一些律律典章 所以你要尽心尽信 谨守遵行 你今日宣认耶和华为你的神 承诺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律诫命典章 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允许你的 也认你为他宝贵的子民 叫你谨守他的一切律诫命 要使你得称赞 美名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万国之上 并且照他所允许的 使你归耶和华 你的神为神圣的子民 我想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在两个礼拜前 我提到生命纪这一简书简 写作的结果 内容跟那个顺序 以及他陈述的一些模式 就是好像在生命纪一章一到三节 讲到耶和华回顾过去 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历史跟缘由 四章到十一章记载神跟他订立盟约 颁布律法要以色列人去谨守遵行 在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的十五节 作者更明确的听到立约之后 他们所需要遵守的各样的条款跟规范 然后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八章 他论述那一个守约者蒙福 违约者受咒诅的这个后果 最后在二十九章三十章 耶和华神再次重申 保障这一份盟约的有效 然后三十一到三十四是附录 那简单就记录了神人摩西 在整个临终对以色列人 最后的这个交代跟叮咛 所以大家有印象 有圣经学者这样认为 生命纪的作者摩西 他是采用了当时近东世界当中 那个宗祖国跟凡属国 签订盟约的一种模式 来论述跟教导以色列百姓 到他们将来到了 孙所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帝之后 要纪念神的拯救跟恩惠 和他拣选分别做神圣洁准明的尊贵 以至于他们可以对神全然的信靠顺服 来遵循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律典章 敬畏神 爱神 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 那摩西以这种签订盟约的方式 来陈述以色列人跟神之间 未来在迦南地的那个关系跟责任 提醒他们对神与他们所立的盟约 所颁布的这些律律典章 要非常严肃的去看待 并且去谨守遵行 他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我想应该是非常合一的 在生命纪的二十六章十六到十九节 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只有四节 但圣经写手说 他是前面十二章的这一个一节 一直到二十六章十五节 摩西对以色列人阐述那一些律律典章 他的重要提示跟一个总结 而且他也带出后来 生命纪二十七二十八章 以色列人对信守四元谨守遵律律典章 所带来的那一个深远的影响跟结果 因此我们看见 虽然他这只是短短的四节 但却是整卷生命纪当中 一个很关键的核心经文 圣经军在生命纪一到三章 那里很清楚透过摩西 向这些以色列百姓回顾 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人 他们的关系 过去神是如何救赎他们 第一代以色列人脱离苦海 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 去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 并做他们的神 要引导他们进入加美之地 一个很重要条件 就是他们需要信靠遵律 遵守律律典章那一些的律法 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代以色列人 因为没有信守跟神 所立的盟约 他们失败 就失去了神 要给他们美好的祝福 所以在二十六章 十六到十九节这里 神就透过摩西 再一次提醒 即将进入迦南地的 这一些以色列的第二代 神他是信实守约的神 他必须做他们的元帅 带领他们征服迦南 完成所应许要给他们的祝福 但一个很重要条件 就是他们要将神 所吩咐给他们遵循的 历历典章 去谨守遵循 那他们未来的日子 就可以凡事兴盛 并且世代蒙福 所以你如果注意看圣经 在二十六章的 十六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 他就出现了三次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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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向第二代 以色列人提醒 现在 神要再一次跟他们 订定这个盟约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 关键的时刻 他们必须要仔细地聆听 并且谨慎地来做出决定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他们需要认清 自己跟神立约的这个关系跟责任 以至于可以信守他们的诺言 而不会再次重踏先人的附册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 亲乎 随便 违背这个盟约的誓言 那后果 将是不堪设想 那从我们中文 这个圣经的翻译 二十六章 十六到十九节 好像你这样读的 这一个经文的那种陈述 好像比较像是一种提醒 或是规劝 好像不是 好像看到是双方在协商 附定盟约的那一种表达 但是你如果从 这一个犹太人的圣经版本 叫做CJV的这个翻译 你可能就可以比较清楚看见 其实这一段经文 是在描述一个立约的这一个仪式 我念给大家听 这个CJV 就是这个犹太版本的这一个翻译 是这样说的 今日 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 顺从这一些律例跟典章 因此 你要尽心尽性的谨守遵行 你们今日同意 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你们要遵行他的道 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和法度 照他说的去遵行 今日耶和华也同意 照他所应许的 你是属他独特的珍宝 你要遵守他一切的律例典章 他要高举你 在他所造的万国之上 使你被称赞 享美名 得荣耀 正如他所说的 你们要成为 耶和华 你们神的圣洁子民 弟兄姐妹 你们有感觉 好像这样的翻译 是比较 看见 它是一个签约的 一个仪式 生命纪二十六章十六节 这里这样说 耶和华 你的神 今日吩咐你 遵行 这些的律例典章 你要尽心尽性的 来谨守遵行 弟兄姐妹 请你特别注意 在这里的那个主词 很清楚告诉我们 是耶和华 其实你如果 在过往 在创世纪 一直到这一个 生命纪 我们所读的经文之前 通常在主词的里面 都是以摩西为主 因为他在这个当中 来作为神的代言人 来吩咐以色列人 但是很有意思 在这里 主词却是耶和华 是以耶和华的名 来吩咐以色列人的 摩西这样的写作 圣经学者说 就是要借此提醒 第二代以色列人 虽然这些话 是从摩西出来 但是他们所听到的 却是直接从神而来的 那个宣告跟命令 而摩西在这里 只是一个担任 这圣约签署 一次的一个主持人而已 神要以色列人 在这样的一个签署过程当中 忠于这个盟约 然后尾声的去遵行 因为这个盟约的遵守以火 攀关他们未来的命运 跟祸福 生命记的26章16到19节那里 告诉我们说 在签订盟约的双方 都同意 并且再次确认 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跟责任 以色列人 他们同意 耶和华做他们的神 那他们有这个责任 要听从神的命令 要去谨守遵行 他所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 然后敬畏他 爱他 全心全意侍奉他 而在这个仪式的当中 耶和华也同意 宣告以色列人 要做他独特的珍宝 圣洁的子民 只要他们顺命守约 耶和华就向他们保证 要恩待他们 世世代代赐福了给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背离那个盟约 没有遵守盟约当中的 这一些规范 祸患跟咒诅 就会临到他们 所以在我们所读的这四节 生命纪26章16到19节的 这个陈述当中 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 以第二代以色列人 他们所立的这个盟约 是非常神圣 庄严 而且是侵犯不得的 那这盟约呢 具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就是 这个神圣的盟约 是一个恩典之约 生命纪的26章16到19节那里 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 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 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所做的那种 对等的要求跟承诺 很清楚你可以看见 是一个上对下 充满爱跟恩惠的一种期待 换一句话说 就是耶和华神 在第二代以色列人 到了约旦河东 摩亚平原 准备要进入迦南地前 再一次重生 他跟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 他是拣贤拯救他们的那位主 他们是被分别为圣 属神的子民 神他主动跟以色列人 再次确立这一种圣约的关系 只要他们谨守遵行 他所颁布的这些律律点砖 以后在迦南异教的环境当中 他们就可以出污泥而不然 他们就可以活出跟异教崇拜的 那些迦南人当中 截然不同圣洁尊贵荣耀的生命 那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在迦南地 见证神的荣耀 也可以让他们将来安生立命 凡事兴盛 可以世代蒙福 神知道以色列人 他们在将来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们会面对那些迦南人 异教许多败坏的那种 淫荡的挑战跟试探 神更清楚知道 以色列人在那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是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跟约束 去逃避迦南人那些淫欲的诱惑 因此神就将过去在西乃山 那里所颁布的律法 化为具体可行的那些条例跟规范 我们称为叫律律典章 让以色列人去遵律 只要他们顺服 听从信守这一些法度跟条例的要求 他们的言行极止 很自然就可以跟迦南人分别出来 让人认出他们是属神圣洁的子民 所以耶和华定定这个神圣的盟约 并不是要约束 限制以色列人的自由 使他们好像非常卑贱 成为那种没有光荣感的下民 相反的 这一个盟约是一个恩典之约 是出于爱 是透过信守遵行 这些律律典章的要求 使他们生命可以被更新 他们变成十九节那里所说 是可以成为超乎万国之上 被称赞享美名 得荣耀神圣洁的这一个子民 所以这个神圣的盟约 是一个恩典之约 第二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神圣的盟约 是一个诚信之约 在生命纪二十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那里 告诉我们 神跟以色列所立神圣的盟约 不仅是恩典 也是诚信之约 虽然人会失信 背离他的誓言跟承诺 但他们所依靠敬拜的神 不会背离他圣洁公义的本性 他诚信正直 是信守立约的神 他有恩典 有怜悯 他按照自己的应许跟承诺 要礼行他对以色列人的 那个约定跟祝福 只要以色列人信守遵行神的命令 神就必帮助他们 提升他们 将他们分别出来 使他们在迦南地超乎万民至上 让他们得享 称颂 美名跟荣耀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生命纪七章六到九节 摩西他劝勉第二代以色列人这样说 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你神神圣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从地面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做自己宝贵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为你们人数比任何民族多 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民族中是最少的 因为耶和华爱你们 又应要遵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 领你们出来 救赎你脱离维努之家 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祂是神 是信实的神 祂向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 直到千代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跟人力的这个神圣的盟约 是一个诚信之约 第三 他告诉我们这个神圣的盟约 也是一个祸福之约 神人摩西在生命纪26章16到19节 他论述这个神与以色列的盟约仪式当中 特别承明这个圣约的第三个很重要特质 就是它是影响以色列未来命运兴衰的一个 很重要的祸福之约 也就是生命纪2728章那里面所陈述 你信靠顺服的就蒙福兴盛 悖逆犯罪的他就受咒诅跟灭亡 以色列人一定要清楚认清这个事实 在生活当中清楚严肃的看待 神所颁布的这一个律律典章 只要他们谨守不偏左右 神就必提升他们在万民之上 使他们居上不居下 作手不作为 而且他们被称颂得荣耀 生命纪的26章16节到28章这段经文 也就深深影响 并且左右了就业以色列人 他们的历史兴衰 当然这段经文对我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影响过去我侍奉的经验跟生命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台湾完成神学教育之后 学校老师鼓励我出国 继续接受更好的神学装备 虽然我也考过托福 也申请到了学校 但是对自己是否有能力 去完成那个学位 没有太多的这一个把握跟信心 因为我们也很少用英文上过课 更没有用英文写过报告 那以后要跟美国同学一起学习 其实想起来心里是非常恐慌跟害怕 但就在那个时刻 在美日灵修刚好就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神就透过这一段经文对我说话 特别是在28章13到14节 他这样说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耶和华就必使你作手不作伪 居上不居下 只要你不偏离左右 不背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也不随从别神侍奉他们 OK 这段经文就好像那个 那个美光灯就特别 就呈现在我的眼前 就成为我 那个时候非常焦虑时的 这个鼓励跟帮助 那当然 我也凭着信心 抓住神给我的话语跟应许 然后来顺服他在我身上的代理 后来在美国四年的神学 教育的过程当中 其实神就信实按照他给我的话语 让我也不仅顺利完成神学的装备 也让我当时用最高荣誉的成绩来毕业 弟兄姐妹 我讲这样的一个见证 不是在夸耀我的能力 因为我知道 每一次上课拿到那个 老师给的那个syllabus 哇 你都是非常的害怕 但是每一次神就帮助我 我要跟大家在这里见证的就是 神他话语的真实 他没有因为时间而改变 信靠神的话语 按照他的执意而行 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 那也因为这样亲身的经历 让我在往后侍奉过程当中 不得不敬畏他 爱他 专一来侍奉他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二十一节 那里告诉我们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 这是爱我的 爱我的人 我父要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亲自来向他显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今天早上 透过生命记 二十六章十六到十九节 这一段 神对以色列百姓所立的 这个圣约里面的那一种承诺 再一次提醒我们 跟神之间的关系 祂是救赎我们那一位神 我们是祂所拣选 分别为圣属神的子民 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 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招命跟心意 以至于认清我们跟祂这一种 立约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 主化的引导 在教会生活的操练 让我们可以建立那一种 更加亲密相属的关系 使我们在这样一个虚伪 道德败坏的世代 我们可以遵行祂的旨意 然后过一个跟俗世不同 仁义良善圣洁的生活 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 来见证神祂的荣耀 使祂救赎我们的这个能力跟美德 可以在不幸的人当中来被宣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的话语 好像两人的利剑 在我们心中赤裸颇开 提醒我们 我们是属于祢 我们是祢用众家所买属回来的 因此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被祢所分别为圣属神的儿女 我们需要清楚知道 今天祢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位分 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 能够谨守遵行祢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生命可以被更新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在这个世代来见证 祢的美善 祢的名被撑养 因此我们求祢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样的世代 不会轻忽 祢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疲出鼓励 激发爱心 让我们活出那种尊贵荣耀的生命 以至于来见证主的荣耀 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 把荣耀都归给祢 这是我们在祢面前的祷告 求主来垂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们